中国台湾九三西线 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 三 二 一 凤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力舰 2024A封岛军演 台湾整个地区都处在一个导弹的覆盖之下 剑指台独 台湾当局民众作何反应 我会先逃到国外 等他们平缓一点再回来 最重要其实是前面给你不能看的 凤凰聚焦 封岛军演 未完之局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 我是任任 5月23号至2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对台湾岛发起联合力舰2024A军演行动 本次军演 解放军在台湾本岛四周大致五个区域 以包围之势对台进行海上封岛演习 而演习的目的就是剑指台独分裂势力 与以往不同的是 除台湾岛本岛之外 这一次的军演范围还扩大到了 乌球与东宁岛等四个离岛周边 为期两天的军演活动 从演习区域的排布到武器装备的选择 每一步的背后都直接要害大有深意 首先 北面演习区域对口台湾当局的政治中心台北 东面演习区域对口花莲 又台军重要的花莲加山军事基地 而南边正对的高雄 坐落着台湾第一大港口把握台岛的对外经济明白 同时高雄港也是台湾海军的重要驻扎地 整个军演过程仿佛一场严丝合缝的实战推演 具体情况我们去看一下 两车进来 三动五号要到 四车解放 五月二十三日清晨七点四十五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即刻起将为台湾海峡 台岛北部 南部 东部 及金门岛 马祖岛 乌秋雨 东营岛周围 进行名为联合力舰2024A的联合演训 我们看到这次演习 实际上它的针对性非常强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是选择在 就是台湾地区的新的领导人 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以后 但是这篇就职演说里面充斥着 就是台独分裂的这种地位 就在东部战区宣布演习的三天前 五月二十日赖清德就任台湾领导人 此次军演正式对台湾当局领导人 突发状况并按相关规定 检派海 空及地面兵力应对 这是二十多年来台方第一次在大陆 进行台海军演时 做出调兵应对的准备 现在我正跟随海军南通界在台湾海峡 执行战备警循和士兵演练任务 我舰手方向是台岛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目视距离 0.6海底处是中国台湾的正合舰 在为期两天的联合演训中 两岸船舰多次有近距离的接触 根据台湾随后公布的画面 多支舰艇与解放军军舰紧紧相随 双方隔海互相喊话 请你立即调整航向 如旨意进入我二四海底离街区 我方将采取驱离行动 我台湾1109舰 我是157舰 请注意你的位置 向东调整航向 与我保持安分距离 此次演习中 迫近台岛的不仅有解放军海军军舰 还有包括陆 海 空 及火箭军在内的东部战区 多个军种协同演训 在台湾本岛四周形成五个包围圈 对台湾岛进行海上封岛演习 在第一天海军的舰艇 海警的船只和舰艇 已经出现在相关的演习区域 就是台湾岛已经被舰艇包围起来了 那从这个演习开始以后 部队就在海上方向进行了对台湾岛的整个的包围 就是它的机群在空中进行这种战型 就是作战警群 那它的这些飞机不但有作战的飞机 也看到了预警机和加油机一些宝张的飞机 现在来讲大陆的这个投射能力 也就是武器的投射能力 基本上大概已经涵盖全岛 所以台湾现在基本上也没有所谓的 像过去我们习惯的这个西部 是前线后方是战力保存 或是台湾的这个大后方 基本上现在也已经没这回事了 5月23日当天 为了应对解放军环台军演 台湾空军也出动了C-130军机 和幻影F-16等战斗机 来对解放军军舰和战机进行实时监控 之前会有飞机的声音 也是因为他们在做演练 但是孩子听到会有点担心是真的 对他们会觉得 因为也是会注意要新闻嘛 所以也会有点小焦虑 5月24日 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为台岛周边 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在东部战区陆军某步内 伴随着天空中稀稀利利的小雨 官兵们迅速完成战车出库 弹药装填和战场机动 准时抵达预战地域 参加联合力舰2024A 在这里演习的火箭军某导弹旅 数十架发射单元已经占领发射阵地 阵地上与势不减 官兵士气高昂 动作娴熟 正在进行发射前准备 24号的时候 这个东部战区和相应的这些部署兵力 它并没有回撤 那它在进行什么呢 那陆 海 空 火箭军的部队 已经展示得非常的明确 就是它划定了台湾岛上的一些区域 这个就是指导弹将可以有效地覆盖这些区域 在东部战区发布的演示动画中 台岛上分别标注了台北 花莲 高雄 三个重点城市 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精打要害目标 针对性极强 它是希望能够透过 它的火力投射的能力 对台湾的重要的港口 还有包含这些军事的要点 例如像北部的这个基隆港 华联港 还有包含在南部的这些港口 掀起用它的这个远程火力 包含像短程的地对地战道导弹 或者就是长程的炮兵火箭等等 还有包含空中的战机 所发射的这个巡航导弹 希望能够先一起的 先压制住台湾的这样的防卫能力 与此同时 就在解放军东部战区 向台岛周边继续破镜的时候 海域上的紧张氛围 也蔓延到了台北街头 与赖清德政府的硬作风不同 一些台湾市民并不希望 两岸冲突升级 希望不要打仗 真的 打仗我也没办法 我还是要上班 我们也打不过人家 对啊 我们的装备都是人家不要的 然后买过来的 你打都打不赢了 真的 总是设备上你就已经输了 你知道吗 实际上 此次的联合力舰2024A 并不是解放军第一次环台军演 上一次如此规模的环台演习 是在2022年8月4日至7日 当时的军演是作为对时任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不顾大陆反对坚持窜台的回应 也是解放军首次将陆台双方 军事力量的对峙线 从海峡中线推进至台湾本岛周围 大陆方面的导弹是掠过台湾岛的上空的 也就是说这个导弹既然能从这过去 那在中途的时候 经过台湾岛的时候 是可以落下来的 就是你台湾整个地区 都处在一个导弹的覆盖之下 对比联合力舰2024A 与2022年的军演 虽然两次演习都环台 但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多不重合的区域 此次解放军演习 首次覆盖了包括金门 马祖 乌秋雨 东莹岛在内的四个离岛区域 他透过对这三个岛的这样的包围 有点就是说 希望能够借由围点打猿的这样的方式 等于说把金门马祖 利用这样一个海巡的这样的包围 也就是如果万一将来 大陆真的要对台进行 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让台湾其实已经在捉襟见肘 或者说军力不足的这样的情况下 还必须要分出力量来 对金门马祖进行这样一个援助 或者说是进行这样的救援 对于河厦门东南端的脚雨 仅有1.8公里的金门岛居民来说 这次演习又意味着什么 对此金门县国民党立委 陈玉珍女士表示 岛内民众或正逐渐失去忧患意识 大部分的民众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这个有点像是狼来了一惨一惨 那大家就觉得好像没什么 但是也许有一天真的人就来了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 讲实在叫温水煮青蛙的模式 因为百姓会渐渐地失去忧患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东部战区宣布此次封岛军演之后 中国海警也宣布 组织福建海警舰艇编队为乌秋雨 东营岛附近海域进行综合直发演练 并进入了台湾当局所谓的 24海里范围内的禁止限制水域 参加海域上的事情都是有海警 用这两边的有点像说 第二海军的这种地位 去对这块地带做相关的巡逆 台湾在这些离岛 它虽然说我们台湾方面 有公布了一个所谓的禁限制水域 但是不可否认 就这些岛屿基本上 其实已经在大陆这个临海里面 透过水井的这样一个巡逻 其实也就藉由这样 要对世界强化 这个地方其实是 也是大陆的这个领土的一部分 除了增加四个离岛的演训范围 此次军演比2022年环台演习 更加逼近了台岛东部 这一次就是说 勒紧台湾的绳子越来越紧了 就是说以前还比较宽松一点 现在像花莲那边 已经完全抵径到 你24海里的逼岭水域 那么换句话说 对花莲地区的威胁就非常明显 距离此次台岛东部的演习区域 几十公里的地方 坐落着传言中最神秘的台湾空军基地 花莲嘉山基地 据悉 嘉山基地在花莲嘉山一带 挖出数十个大小不同 相互联通的山洞 可提放250架战机 等于台湾超过一半以上的战机数量 台当局也宣称 嘉山基地是远东地区 最具规模的地下空军基地 视为台防卫体系中 最具战备力量的一环 除嘉山基地外 花莲还拥有台东 极具战略价值的海上通道 花莲港 花莲港可能是在这整条海岸线上 包含苏澳港等等 可能是台湾对外 最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海上联系口温道 如果有外援来的话 可能就一定要透过苏澳 或是花莲港在台湾等 军事专家认为 此次针对台岛东部的演练 是为了阻断台湾生存的三条线 分别是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 美及其盟友对台的支援线 以及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 向外逃窜的逃跑线 这个防逃窜 防止台湾的海军跑到日本海 以前我们为了保全战力 有过这种计划 就是说当来犯的时候 海军要把船疏破 疏散到太平洋里面去 到日本海去 不在你的攻击范围之内 但是现在台东 如果步上共军的船只的话 我们的海军又没有办法顺利转移了 就在军演刚结束后的一天 美国国务卿对此事表态称 深感不安 同时敦促北京克制行动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 美方就分表态背后到底目的何在 自助解剖 快放酒吧 演習期間 台灣防衛部門 公佈監控解放軍的影像 並展示了台軍方 正在服役的海上軍事力量 因為既然來了這麼多條船 台灣也做出適當的反應 而且也迫近到威脅的船 在一公里左右 在本次演習中 執行戰備警巡 和士兵演練任務的南通艦 與台軍的正合艦一度相距 僅0.6海里 台湾現在現有這幾款直立艦 舰制服 比如說像機動機的這種 就跟原先美國購買 這個技德級驅務艦 雖然說它號稱也有萬噸 但是它的整體的武裝水準 大概是1980年代中後期的 美軍的標準 艦隊防空的作戰艦艇 的確 台灣的海軍的建設 在這幾年來 相對來說它的速度是比較緩 而且也比較沒有看不到什麼成果 像中國大陸這次派出來的船 包含西岸艦 成都艦 紹興艦 南通艦 這些船我們歸納一下 大部分都有052C 052D 那麼是中國大陸造艦 最近從2013 2015到現在 大概是船林只有7年到8年 換句話說是一條新的船 052系列的導彈驅逐艦數量非常多 而台當局它是不具備這種 六七千噸 而且主動向空陣雷達 導彈垂直發射系統 既能夠防空又能夠反艦 還能夠反潛的這種大型的水平作戰艦 它不具備 所以就是進行海上爭奪的時候 它又是有缺失的 有短板 本次軍演中 解放軍東部戰區 在社交媒體上宣傳動作連連 其中包括六張使用了繁體字的海報 賦予參與本次軍演中的重點軍備 體現出解放軍的載獨決心 事實上這次連影片都做得很齊全 應該說這是在文攻的部分 應該是在新戰的部分做得更安全 其實大概就是在六個組裡面 包含它的東風導彈 東風導彈之外還有包含 它的遠程的超兵火箭 亮大環保大陸的多管火箭 它也作為對台攻擊的時候 掀起火力壓制之用 作為陸軍新制作戰力量 我們火箭炮兵打得遠 打得準 打得猛 能夠對作戰目標實現 全域 全時火力精確打擊 據路透社報導 有台灣防衛部門內部人士命名表示 陸方的數架轟炸機 在位於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 巴士海峽東端附近進行模擬攻擊 演練如何奪取第一島鏈以西地區的 完全控制權 殲20出現在演習海報中 但台防衛部門稱 並無發現殲20的蹤跡 有台灣時事評論員分析稱 看不到才最可怕 因台沒有部署量子雷達 殲20的攻擊會令台灣的 花蓮佳山軍事基地被戰力點穴 他們管這個殲20飛機 掛上更多的導彈進行空空的這種格鬥 也可以掛上導彈 對陸地進行打擊 所以管它叫炸彈車 當把這些武器裝備 就是主廚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既有空中的 又有水面的 還有就是陸地的 它是一個體系的組合 而這張海報只是一個縮影 因為在實際的演習中 它動用的武器裝備 比這個海報上的要多得多 除用作宣傳的重點武器裝備 解放軍還出動054護衛艦 艦載反潛直升機等 陸軍和火箭軍也參與到 本次全面封島作戰模擬演練 那水下可能還有潛艇 因為它要進行反潛和偵察 再有就是它的海軍航空兵 包括海軍陸戰隊 水陸兩用的坦克 還有兩棲的戰車 那包括東風系列的導彈 還有就是高超音速的 東風17這樣的導彈 由戰機所發射的這種長程的高 那個超音速的這個巡航導彈 或者超音速的反艦導彈等等 但其實也就是如果在對臺作戰的時候 遇到了美方進行這個所謂的 區域拒止的時候呢 所需要使用的東西是 對於本次演習的命名 聯合力艦是解放軍東部戰區近兩年 在台海區域演習所使用的名稱 2024為演習年份 而後綴中的A 不免讓外界對未來是否會有2024B C的可能性留下無限遐想 其實甚至於今年有沒有B或C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都不能完全排除 所以這個 它為什麼演練那麼多次呢 因為它部隊很多 就好像我們在台灣也是一樣 一個基地裡面 弄一套作戰的方式 部隊輪流進來 據台灣防衛部門公佈數據顯示 23日至25日 台方徵獲到共計 111架次陸方戰機的活動軌跡 最近一次距基隆僅39海里 從解放軍希望向外傳遞的 這樣的角度來看 就是解放軍現在基本上 有這種能力完全封鎖台湾 這樣的話就形成了空中的組合 和海面上的組合 當然我們也看到 就是它滑定了 就是台灣島上的一些區域 這個就是指的 導彈將可以有效地覆蓋這些區域 對這些目標進行精準的打擊 導彈內外一體聯動 開展艦機協同 對海突擊 對陸打擊等科目訓練 這個導彈內外主要指的是第一導彈 不但在第一導彈以內 有就是解放軍的這些作戰的平台 在第一導彈的以外 也有解放軍的這種作戰的平台 而且他們還進行了防空反黨的演習 當然其實也藉由這樣一個方式 像這個台灣 以及台灣後方 會支持台灣的這些台灣的友盟 表示說今天解放軍如果要採取行動 會是一個非常迅速 且我覺得這個動作 絕對不會讓周邊的 希望能夠自己 跟介入的外國軍力 能夠有運作的空間 但是最重要其實是演練給美國人看的 像美國人表示說 就是台海的事物 是不是美國人這個 大陸認為是外副司令可以介入的 美國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卡倫卡 表達對演習的譴責和憂心 並希望除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 也發聲譴責此次演習 但並無國家應賀 美國很早在電視上講 全世界他是一個管控狂 他認為什麼事情 每個國家都要在他的 大國博弈裡面要扮演什麼角色 聯合國裡面 大部分的國家都譴責他 在演習開始的同一天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 也在第一時間表明了一個中國的態度 對於中國的態度 我們在1971年代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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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台灣的國家 我們要求 關切兩岸地區穩定的這些國際的領導人 都能夠為兩岸今天找出一個 相對來說 多方都能夠接受這樣的方法 這或許是可能解決 這樣一個目前僵主的一個途徑 大國之間的 這個國益的過程之中 盡量不要減少 或說減少對一般民眾的影響 作為軍事角度講 就是大陸的這種軍事演習 不是針對台灣的老百姓 而是說針對這些軍事目標 你比如說軍港 還有飛機場 還有你的武器大量貨 它都是打擊的軍事目標 而像有一些城市的目標 它主要是為了斬首行動 是為了震懾台獨分裂勢力 島內民眾擔心戰爭 士兵也產生避戰心理 多名自稱是台軍飛行員的人士 在網路發聲 稱不想再續簽 寧願賠300萬新台幣也想離開 5月27日 台灣陸軍10軍團 一名趙姓士兵在返營途中 趁駕駛者下車間隙 將車開走返回家中 受軍方調查何與懲處 自2024年開始 台灣義務兵役期限 由四個月延長至一年 至今已有至少10名官兵 親生離世 有台灣青年表示 民進黨當局實施對抗的聯岸政策 但台灣防務部門缺乏配套輔導措施 導致問題頻出 就在解放軍封島軍演結束的同一天 24號日本防衛省宣布 日本自衛隊將在6月 首次參加美軍2024英勇盾牌實彈軍演 據悉這是美軍在太平洋規模最大 實戰化最高的軍演 而在本次圍島軍演的一周之前 美國軍機首次降落在了日本最西端的余納國島 據日媒報導 這是美國駐日大使歷史上第一次訪問該島 更耐人尋味的是 這個島嶼距離中國台灣島 僅僅只有110公里 感謝收看華人凤凰聚焦 我是任任 下期再會 對 謝謝 我們再次再次追趕 謝謝 非常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